那我们的小课堂来咯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比较的特别 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美发护发小课堂 所以我们今天特意到了 巴黎欧拉雅普全球旗舰沙龙店 跟大家来做直播 那首先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 巴黎卡诗中国区培训部经理 以及欧拉雅中国区SRA认证讲师 Vivian老师来给我们做专业的美发护发科普 来有请老师 哈喽 老师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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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今天晚上真的要拜托你好好的跟我们的妹妹们讲一讲 如何把头发护理好好不好 妹妹有没有看到老师的头发整个 特别浓密而且有光泽感 你看我的头发就是那么哑光的 老师头发像打了一层蜡一样 所以老师平时你的护发是怎么护发的 或者你怎么样保养头发的 其实我想说的是 其实很多人其实都觉得说 护发我只是头发的护理 对 但其实的话不是 因为其实头发的护理 首先是头皮和头发两个部分的 所以像我们很多的妹妹们 像脱发呀 脱发呀 痒呀 痒呀 包括头皮长痘痘 敏感就是很红 有发 其实这些所有的根源 其实都是头皮的问题 那老师我们一直说头皮脸皮是一张皮 那什么头皮是脸皮的部分的一个皮肤的延伸 所以它们有区别吗 那肯定是有区别的 所以首先其实我们自己去摸一下整个头皮的感觉 是 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头部肌肤和面部肌肤 其实会发现头部肌肤会更薄 所以除了我们的这个眼睛部位这一边其实是非常薄的以外 其实头皮是接下来是最薄的部分 就是我的了解就是头皮肌肤跟面部肌肤的结构其实是一样的 对 对 都有表皮层 增皮层 皮下组织的结构 而且头皮摸起来比脸部皮肤保湿一位头皮的皮肤组的下面几乎没有什么脂肪 所以妹妹如果你面部垮了 应该是头皮先松了 对 头皮先松弛了以后我们会发现是说 呃余尾纹啊 我们的这个 抬头纹啊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是说 天呐 我的面部肌肤怎么做 为什么还是会有皱纹的 松垮的情况 对 所以妹妹你们脸部的皱纹有一些也是因为头皮没有护理好 而导致皱纹更严重 而且今天老师也非常贴心的帮助我们所有女生 拿了一个什么 我们的教具 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是说在上面的这一层其实是我们的表皮层 表皮层 对 这一层是我们的表皮层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这个粉红色的这个部分 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吗 是 那这一块部分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真皮层 哦 然后再到下面这一层是我们的皮下组织 所以你胖不胖 然后其实所有的养分都在这一层 所以都在这个地方 对 都在这一层 而且我们的发根不是说就是靠近这个地方就是发根了 其实发根还在底下 发根在很深的地方 其实在我们的真皮层的这个区域 知道 所以其实是靠近我们的毛囊 大家看到了在这儿 所以我们的毛囊其实是在真皮层的最深处 了解 所以那老师这头皮护理的思路其实也像我们护肤一样 就一定要需要做好什么 做好清洁 做好滋养 并且拥有健康的头皮屏障对不对 对的 没错 所以其实肌肤和我们的头部肌肤其实是一个样子的 哦 如果你的清洁工作做不到位 那如果你平时的话 对于这个头部肌肤很少去清洁的情况下 是 你会发现你的屏障就会失衡 所以当你失衡了以后 其实我们的头皮的出油啊 就和我们的皮脂线就会有一些很多的关系 嗯哼 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这个皮脂线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哎 为什么头皮油皮那么多 对 为什么出油量会比脸上还要大 对 没错 所以我今天的话和大家来做一个解密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其实我们头部肌肤的话 其实会有很多的皮脂线的数量 是 其实它比脸部其实更多 差不多是脸部的两到三倍 哇哦 哈哈哈哈 其实是很夸张的 所以你会看 头皮上每平方的话 我们会有144到192 到192 嗯哼 那我们的额头的话 其实额头其实我们T字位会比较多 是 额头是52到79 所以T字区更容易出油 点颊相对就是最少的 其实只有42到78 所以做好清洁头皮更重要 所以头皮清洁 因为你本身的皮脂线很多 了解 所以油脂分面就会更多 还有很多美妹会说 为什么我的刘海就是油的这么快 其实也是刚刚皮脂线的原因 没错 是的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额头的皮脂线 其实肯定比脸上要多 是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刘海如果是贴近我们的额头 额头的话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出油 又没有及时得到清洁 所以这个时候肯定会有免塌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所以除了我们头皮的皮脂线的这个密度 其实相对比较多以外 对 其实油脂分泌旺盛 而且头皮的毛囊的密度也比较高 是 除了这个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什么 自由肌的含量也会比较高 所以你会发现头皮的衰老 就是我们就刚刚说嘛 头皮先崩坏了 是 所以这个时候因为自由肌 因为油脂的分泌的旺盛 所以衰老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 接下来我们再科普几个 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想要了解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头皮可以分为哪一种类型 接下来所有女生们 今天我们拿了非常非常非常专业的仪器 给大家来一一展现 我们的头皮的正常情况是什么样 以及敏感情况是什么样 以及干什么样 然后油是什么样 好不好 那我们来上一个我们的超厉害的一个仪器 好 你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状况啊 所以老师它就属于什么头皮 因为我知道软糖师傅刚刚有洗过头 对刚刚洗过 所以就看上去是比较干净的 但是呢其实在我们这个上面看到比较清楚的是 有没有发现它的头发粗细其实是非常的不均衡的 对就是有的地方比较细有的地方比较粗一点点 对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点其实当头发发现 粗细不一的情况下的时候就说明它有部分的毛囊开始有错 所以老师这个是正常情况还是 其实它是会有部分的这个脱发的症状 所以其实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会检测到头皮屑 以及我们的油脂分泌量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通过这些整体的检测了以后的话 来分析出它的头皮的一个正常或者健康的一个状况 是就是分辨出你现在头皮处于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这被子就是油头 你这被子就是干头 其实有的时候环境的变化 包括你的内分泌的变化 包括你的身体变化 都是能导致会变化的 还有四季的温度变化对不对 以及城市 然后以及南北方的变化 所以美女们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像老师她的头皮应该还是蛮健康的 因为我知道如果是不那么健康的头皮 或者比较偏敏感的头皮是粉红色对不对 是的 它其实其实不是粉红色 其实它会有一些敏感的症状 所以这个时候头皮上你就会发现了很有丝出现 所以我这里的话呢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其实也是刚刚我们的同事 因为我们在上播前帮大家拍了 对的 来看一下 妹妹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大家看到吗 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同事 这是我们 对 一个同事 她是前两天在做漂发 然后漂完了之后 她整个头皮已经开始出血了 都是有这种情况出现 就是刚刚我有给她拍的时候 她就说她整个头皮有结痂 对 结痂了以后的话 一不小心她自己又抠破了 是 抠了以后 然后又开始结痂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有脂色力量 特别旺盛的 看得到 所以你会发现是说 她的一个四周的话 包括毛骨 她其实是没有凹顺头的 是 它整个全部都是 堵起来的 没错 其实刚刚软糖的那个头皮 那个毛孔其实是很明显的 因为软糖刚刚洗过头发 对 没错 所以有油脂跟没有油脂 对你的头发也是有一些 就是不一样的情况反应的 所以清洁其实是 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所以像这种油脂的话 如果时间久了以后 那软糖就出现了那种 刚才粗细不一 是 细软的头发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那老师 就除了我们看头皮的 比如说颜色啊 或者出油亮啊 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去辨别 自己属于什么样的头发类型 首先其实刚刚你有说到颜色嘛 对 颜色 我简单的说一下 一般其实正常的头皮类型的话 一般是清白色的 清白色 我们有一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我跟你们说 这种其实是属于非常健康的 健康的 是 对 比较正常的一个头皮的状况 那如果是油性的头皮 它是偏淡黄色的 所以其实就跟肌肤是一样的 你会发现一般的油性的肌肤 也是偏暗黄的 有一暗沉 对 就没有那么透亮 那么那么白 那如果是干性的头皮 就是偏白 白色的 就是死白死白那种 是的 是的 非常的白 哦 所以这样的话呢 其实大家就会分辨的比较清晰了 了解 那还有一种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其实就是敏感性的头皮 对 所以敏感性的头皮 就是你刚刚所讲的 会有一点点偏粉色 粉色 偏红 有可能这个时候 其实是毛细血管 其实有可能扩张 也显现出来的一个状态 那老师帮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如何看出油状况 然后了解自己什么样的一个头发类型 好的 那其实一般情况下 其实我们去看我们在洗完头的状态下 其实出油的状况 是 如果你在6到12个小时之内 举个例子 我今天 譬如是早上洗的头 那我到了下午 或者是那个傍晚的时候 我这个头皮就已经开始比较油腻了 就是已经贴在头皮上了 对 已经开始贴了 所以6到12个小时之内 你会发现整个头发已经开始有点点河的情况 是 说明你是属于油性头皮 哦 然后呢 如果你在12个小时到了晚上 这个时候的话 才会有些许油 然后到第二天 依然你的头发还是比较蓬松 所以呢 如果你是过了12个小时以后 你发现我的头皮依然还可以出门的情况下 是 OK 记住了 你属于比较偏干性的 OK 所以买买洗霸水类型的时候的话 你就得知道 我是什么头皮类型 然后我再去购买 那还有一种的话呢 其实就是 如果你经常会感觉到头皮有一点灼热 紧绷 或者是有一点痒痒的 骚痒的感觉 经常去挠头发 对 因为一痒你就会去挠嘛 是这个时候的话 你属于偏敏感性的方式 OK 那刚刚我看到很多美眠的弹幕说 那到底老师几天洗一次头才是最健康的 或者是说要怎么样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 和自身的头皮类型来选择洗头发的频率 其实很多人其实都会说 我不知道到底是多少天洗一次头发 是 正常的对不对 对 所以呢 其实洗头跟头皮的类型是有关系的 OK 所以我今天首先和大家说的一个点是什么 首先是 如果你是有性头皮 有性头皮认真听 每天必须要清洁 就跟我们卸妆一样 依据你的油脂的分泌量来决定的 OK 我觉得是说头屑 是 头屑其实是分两种 对 一种是干性类的头屑 一种是油性类的头屑 那和大家科普一下 如果是干性类的头屑 那它其实是微小的白色粉末装的 它其实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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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我现在穿的是黑色的衣服 所以你会发现特别有些男生 然后的话 肩膀上 对 没错 你就会发现像粉末一样的一点一点 像刚刚涂落散本没有清洁干净的感觉 是的 没错 就是这种感觉 OK 那就是油性的呢 那油性的其实它是一小块一小块块状类的 它是有点灰黄色的 有点小片状的 所以你会发现 因为油性它是有油脂的 是 所以这个时候它是会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 这样吧 我今天带了两个自自教 自自教 就怕大家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干头还是油头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比如说 你的头发 你的头绪是这样子掉落在你的肩膀上的 这个有点夸张了吧 这个有点夸张了 大家就是这样看一看 那是那种有点黄黄的颜色 不是那种白白的那种 是这样掉落的头绪 那你就是那种超油的那种 可能是真的一个月没有洗头了 谢谢牺牲了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是败状类的 对 那一定是油性类的 但是油性类的一般 它不会散落在这 OK 就直接掉到地上了 或者还在头发上 对的 有可能穿插在上面 就可能很多人会说 你这里有个头绪 帮你巴拉上来 然后一扯就一扁 基本上在头发里面 那如果你是那种干性的话 一点一点 就是那种一点点 像散粉落在你的肩膀上的那种感觉 我们再来说说脱发吧 老师 脱发现在年轻人都困扰的困扰的困扰 对 人家说就是 除了脱单轻人就是脱发 对吧 那我先讲一讲脱发 就是我觉得 为什么现在会说 真的是困扰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脱发的原因 真的有很多 是 那除了我们所讲的 这个遗传性脱发 因为你爷爷 你爸爸 都是脱发的 所以你发现 你头发也是比一般人容易脱的 怪你爸 怪你爷爷去 跟你爷爷 对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就是压力 压力 因为现在大家压力真的大 对 非常非常大压力 工作压力 生活压力 家庭压力 各种压力 对 我今天一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老板在看着我的 我压力也很大 你压力也很大 哎呀妈呀我讲不好怎么发 没有没有 讲得非常好 老师很厉害 所以压力 怀孕 怀孕也可能会脱发 产后脱发 就是内分泌 对 它是内分泌 会的激素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其实 产后其实在半年之后 半年中 你会发一些掉头发 其实特别严重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产后脱发 然后会有一些药物性的治疗 也会有脱发 生病了 然后就是在医院里面经常注射一些药物 对其实特别是那种癌症类的 就是你需要去做化疗 是是是 然后有可能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 是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会有 有这种多大的危机 对 还有传染病 传染病 对 那日常其实会有一些 譬如是经常的拉扯呀 我最近有脱发的困扰 我最近接了一些假头发 拉扯感太痛了 然后我发现 它就会在洗澡的时候 会把我自己的头发都拔下来去接 是的 所以就大家现在都比较爱美 就比较想要从一秒从短头 变成长头发 就会去接发 或者去做一些就是特殊护 就特殊的一些美发的一个方式 所以包括用的时候 大家也要亲上亲下 就亲打亲放 就不要千万不要说我一扯 好了 就发现你的头发就被扯 所以也不要过多拉扯 对 所以一讲到 发际线 如果你发现有后遗的情况 那我要告诉你 你离脱发不远 所以其实像这种类型的话 其实我们就要用一些相对 首先 如果是渣 那尽量也去用一些相对摩擦力 少一点的东西 OK 就不要是说经常去拉扯 你刚刚说了 把机线我们要经常分来分去 是 那其实还有一个 其实我还想做的是 绑扇服务 对 对 老师这个说的非常对 绑扇服务真的要 所以就是 如果你是这种机 特别喜欢戴帽子的话 就我觉得最好是 把频率减少一点 对的 特殊情况 戴一戴就行了 好不好 所以其实大家现在 其实如果你现在是 头发比较密的 那现在不掉 其实不代表领扣就不掉吧 所以极显的预榜工作 其实我们真的是 非常要去注重的 那老师 你可以帮我们说几个 比如关于头发的数据吗 就比如说很多人会说 老师我有什么 别人头发那么密 我的头发那么稀疏 我是不是跟他的头发的毛囊 不一样 或者我们生下来 他的毛囊就多一点点 或者他少一点点 其实毛囊数 其实从你一生下来 就会变成 是 所以有些人是 天生毛囊数就少 对 是的 相对有些人头发 是相对比较 数量比较少 OK 那但是的话呢 其实一个毛囊 其实我们重复 再生头发的次数 它是18到25次 也就是说 你头发的寿命 我的这个成长 期的这个寿命 我可以增加 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其实我们每个月 其实头发 生长的这个长度 它也是有限的 一般都是一厘米左右 我们每天平均掉多少 跟头发属于正常情况 因为很多女生会说 我只要洗个头 我就发现 我的地露上面一把头发 其实你们不要太过女操 就担心 因为你的头发很长 所以它那个地露 你能这样打拳绝 折空绝绝有一大把 其实没有很多 对的 所以其实是说 每天其实我们都会掉头发 是 所以其实一般掉把量 在50到100根之内 其实我们相对 都是比较健康我们的状态 那如果你超出了这个 这个100根 那就你现在已经开始 有一些轻微脱发的迹象 大家可以看到 像这种头皮的整个症状 你看 像这种我们就是属于 比较粗硬的 上面这些就比较粗的头发 这些就比较粗的 然后你再看上面这种 就开始已经开始变细软了 是 所以其实头发一开始 不是数量减少 是头发的质量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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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变细软了 是 所以质量一旦细软了 以后你会发现 头发的数量 一开始做 接下来我们认真听 关于头发的一些小课堂知识 刚刚是头皮 现在我们来说头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的头发 其实是由我们的 主要的成分 其实是角蛋白 是 以及呢 是我们的脂质来底层的 知道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很多的人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头发分为也是三层 是 首先第一层 其实外表的 这叫毛铃片 毛铃片 看到吗 所以这个毛铃片 其实就像驴铃一样的 一层一层一层的 如果是健康的话 是 健康的 对 没错 如果是像 你妈妈就是开始要煎鱼的 就是会把她的 毛铃片 立刻刮掉 对 我也站起来 所以我们会发现是说 如果这个 如果 有没有纸 对 所以我们会看到是说 一般我们原来 应该是这样子的 是 然后呢 其实如果我们的 头发的毛铃片 是张开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 尺子一样的 对 尺壮的 好的 灵魂的画家拿走了 可以别忘了 所以就是毛铃片 张开的话 就表示你头发会很黄 摸上去很毛躁 摸上去很毛躁 对 就像枯草一样 就譬如我们那种树皮 一摸 就是很毛躁的 了解 所以这个是 头发的一个外表分 所以如果你的毛铃片 密合得非常紧 你头发摸上去就很光光 啊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对 毛铃片很重要 好的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 第二层叫做皮脂层 皮脂层 对 皮脂层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里面 有丰富的脚蛋白 是 以及我们头发的 所有的颜色呀 包括头发的弹性 韧性 以及这个 都是由这个脚蛋白的 多少来决定啊 老师我可不可以理解 就是我们脱 不是不是不是 脱发 就是那个我们去 漂颜色 我们去染头发的颜色 对 其实是染 我们皮脂层的一些色素 对 我们把皮脂层里边的色素 拿出来 然后把人工色素再放进去 哦 所以这是染头发的一个过程 对 是的 没错 所以这个后面会讲到 然后我们刚才去看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皮脂层 一坨 对 看到吧 这个所以其实 如果你游一游 就看这个东西分泌的多不多 哦 这个会有分析 了解 然后这个呢 其实这个比较少 叫做利毛鸡 嗯 所以它的作用是干嘛 就举个例子 我们突然有一天 大冬天的 我一走出去 我发现太冷了 汗毛一缩 一抖 就竖起来了 哦 好 就起鸡皮疙瘩的时候也会竖起来 对 所以这个时候一竖 其实这个就像杠杆圆里一样 把你的头发整个就是撑起来了 对 然后这个里边 这个下面这个特别重要 毛囊 对 毛囊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孕育头发的地方 是 就是一个像妈妈一样的 就是肚小肚子一样的感觉 就孕育生命的地方 孕育生命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叫做随始成 但随始成的话呢 不是所有的头发都有的 哦 对 就是比较粗硬的发质 它是有的 所以细软的发质是没有的 是的 细软的发质是没有肥子层的 所以肥子层就是我们常说的发髓吗 对 对 是的 哦 原来细软头发是没有的 所以细软更容易断发 对 细软更容易受损 更容易断腻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它其实是少肥子层的 那老师刚刚说过我们的头发颜色 就是是什么用的决定 就是我们的那个 呃 就是 发 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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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毛铃片打开 把我们的这个表皮层就是毛铃片打开 打开了以后的话把里边的色素拿出来 把里边的色素我们天然的色素 譬如是红色素啊 拿出来拿出来了以后呢 再把人工的色素放进去 就是相当你们瞟一遍 就头发从你的黑色或者那种棕色变成了金色 没错 然后再把你的那种比如说紫色或者是绿色 然后放进去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做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需要把毛铃片再闭合掉 是 对 闭合掉了以后这个时候颜色才更加的持久 是 所以就是有一些地方染的发会比较的持久 或者就是有一些地方染的发会不那么持久 所以你要去看你毛铃片还在不在 所以你会发现是说你的毛铃片还在的情况下的话 好 我们再来一个 又是一个教具来了 对 没错 妹妹又给大家看一个教具 这个要这样子 对 要这样子看 首先一个 来 家琪摸一下这个感觉 比较光滑 好 再摸一下这个感觉 非常粗糙 非常粗糙 是 这有一种水泥地的感觉 对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是这个 这个是属于 正常的 健康的 所以你会发现整个毛铃片是闭合 特别的光滑 对 而且里边的整个的角蛋白 你看粉色 粉粉的 对 这个全都是我们的角蛋白 了解 全部都是在 然后你再看这个 这两个对比一下就很清楚 是不是 这里边的角蛋白 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流失了 而且你去看这个 这一块 其实而且毛铃片 它是有破损的 有看到吗 这些地方其实就是破损的地方 就特别的严重 说明毛铃片的话 当你受到极度的这个损伤了以后 它会脱落掉 所以你脱落掉了以后 我举个例子 我把这个色素放进去了 放进去了以后的话 因为你避合不掉 因为这里已经脱落了 所以这个时候色素还是会出来了 洗一洗就掉了 热一热就掉了 然后海里面泡一泡就掉了 是的 所以很多的人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的颜色不是那么持久啊 那为什么持久度没有那么高啊 其实就是和你的毛铃片 其实是很大关系 是 然后我还听说老师在今天的直播 他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实验 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可以让你知道毛头发的健康程度和弹性 对 它的弹性受损度是不是很严重 够厉害 就是这么一缕头发 就是这一缕头发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的话 头发可以这个直接打一个结 大家看到吗 好 能看到吗 看到打结 对吧 而且它打得还挺紧的 对 看到吗 这个就是属于比较健康的头发 我跟你说 我们再来一遍 不可能 有可能这个 速度比较快 是 刚刚速度真的有点快 你们看 这个大家看到了 我就放在这儿 能看到吗 我们来请一个 头发不这么好的人吧 就比较酷的头发 我刚刚有看到那个比较酷的头发的 是 在这儿来了 来吧 那我们洗这个妹妹给我们来扎个小模特 这个就是 其实是瓢染过的头发 就自己瓢染了很多次的头发 对 这个就是瓢染过的头发 所以打完结之后 这个就是打完结了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 你这个发型蛮别致啊 就看到吗 这一缕头发它其实就弹性 就已经损失了 对 所以其实就相当于里面的脚蛋白 脚蛋白 脚蛋白已经流失掉了 对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橡皮筋 你们开始 对的 用扎头发的时候很紧很紧 扎到后面越扎越松越扎越松 或者你把橡皮筋这样拉长了 之后你再回来它就变大 然后就变成没有那么的有弹性 你发现弹性就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了 到最后有可能一掰就断了 是 那老师就这种弹性可以回来吗 我们如果有可以很好的去护理 它可以有效的来修复 但是你完全回到最初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有点难 对 这个是比较难的 我们接下来请两个模特给大家看一下 不同的发质 我们分别分为了油性发质 干性发质 以及细软发质和粗硬发质 和男理打理的发质有五种 对的 男理打理的发质 好吗 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不同的发质 好吗 来请模特 这个是比较细的 两位模特 让大家知道自己是细头发还是 长头发还是硬头发还是 我们哪里打理的发质 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镜头里面应该是比较明显吧 其实像这种头发就是比较粗硬的 大家看到吗 它的头发是比较脆 感强的 就是感觉特别厚 而且很硬 对 所以其实摸上去 佳琪可以摸一下 这个其实是比较硬的 然后大家可以来看这种 这种就是属于你看轻飘飘的 它这种是很细软的 我们可以来 两位再凑近一点 好 来让我们的头发这个 一起 在一起 对一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到吗 表面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你看这个就属于比较出面的发质 其实是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看得很清楚 细软的发质 看到吗 所以这两个头发的发质 其实你看这个是比较软 是 是 是 一放它就竖起来 是 这个你看 了解 了解 所以这个就是细软法质 和可粗硬法质 其实是会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那油性法质 我们就其实是一缕一缕 一缕一缕 对 是的 你会发现就是油脂比较旺盛 所以就会有这种情况 OK 所有女生们了解了没有 就是两个法质 这一个就是介绍比较具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其实老师从数据上 谢谢两位蒙特辛苦 谢谢 从数据上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片 也可以很好的看清楚我们头发的就是区别 对的 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偏细软的头发的话 一般都是在0.05毫米左右 所以你会发现特别的细 像这种就是我们比较细来的头发 比较细来的头发 然后我们相对比较正常的头发 粗硬的头发 你看是0.08 所以这两个这个图的对比 就会比较的明显一点点 是的 其实你每一根头发都会粗一点点 或会使得你的发量很多 是 没错 而且因为你粗粗的头发 其实它的那种强韧度 它的支撑力会更强 会更好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想我把根 我一竖起来 是不是头发摆量看上去会多 就颅顶就增高了 对 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 因为洗头发 这个点很多人都干嘛都没有注意 所以我们今天 现场给大家演示 如何正确洗头发 你们一定要认真学会 我们现在来 是用到了一个画中画的形式 我们的洗头老师在后面 跟蒸汽已经开始准备好了 来看一下 所以老师洗头发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好的 我首先来说一下 其实很多人洗头的话 直接就拿水去冲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不正确的 对 所以洗头的过程当中 首先第一步 如果你的定型品 不多的情况下 是 我先梳 对 如果定型品不多的情况下 我们把梳的动作 先省略掉了吧 先省略掉了 但是如果你的定型品特别多 你会发现我完全梳不通怎么办 先打湿 所以我们其实就 镜头上会看到 它是先打湿头发 先打湿头发 打湿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是说 我们的整个定型品 依然还是很多 对 怎么办我梳不通 好这个时候我们先会涂抹一点布 这样子的话 因为当年的毛你 在这种闭合的情况下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的话 头发就可以梳顺了 所以当你梳顺了以后的话 其实我觉得水温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是说 特别是油性头皮 它不一样 他就会觉得是说 我要用很烫的水去吸 但是呢 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很烫的水 其实是可以自己执行 油脂的分泌量的增加 因为温度升高了以后 油脂的分泌量就增加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平时一定要用40度的低温来去清洗 所以刚刚其实我有看到 我们的那个专业的老师 其实在洗头的过程当中 他先测量一下水温 对 那么在我们的手肘的内侧 我们先测量一下水温 如果是说这个温度你是适合的 然后我们再去清洗 了解 好的那接下来呢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接下来 我们要开始洗头了 对不对 就是洗头发还是洗头皮 就是或者是先洗头发 还是先洗发尾 还是先洗发 就是很乱太乱 大家觉得永远听不懂这些东西 一定是先洗头皮 你想你头油啊 头血啊 头痒啊 其实不是在头发上 其实是在头皮上 所以一定是以头皮的清洁开始 头皮我们在清洁的过程当中 其实一般都会在我们的U型序域 是 U型区这一块的区域 我们怎么去说U呢 其实是在我们的眉尾 眉尾的两个点 然后再到我们的头顶区 这个时候会形成一条弧线 这条弧线其实就是你的U型区 是了解 然后这个U型区 其实是我们要重点清洁的动向 OK 所以我们先会从我们的头顶这一块先去清洁 是 然后再到我们的额头这一块前面 OK 然后再到我们的后面的后顶区区 了解 所以先中间 再前面 再后面 我们洗头的过程当中 对 你洗大水的话 很多人是直接往头上一抹 抹了以后的话 就开始打水打泡泡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真的吗 对 因为其实我们整个洗发水的话 其实它都是化水质疾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如果直接让它和头皮去接触的时候 它会带来很强的刺激性 对 特别是敏感类的头肌 所以它的刺激性会更强 所以我们可以把洗发水 把洗发水挤到手上之后 然后把它在发尾下面打圈 所以其实手 没错 首先一点其实一定要先用水在手上起泡 是 简单的起泡了以后呢 譬如是我们的中心点 对 然后两边再把这个泡泡直接放到头上 所以甩头没关系 OK甩头没关系 对 所以刚刚大家可以看到老师就是 你先可以在什么 在霸尾的头发上 先这样打圈 清洗霸尾 泡泡了之后 你再去洗到头顶上去 没错 所以这样的话刺激性就会变少 而且同时的话 如果你洗发水直接放到我们头顶上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洗发水也不容易洗干净 还有一个点 洗发水会渗透进我们的毛骨 反而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些习惯 你觉得很小 但是会有可能让你的头发 因为一些可能残留 或者没有洗干净 没有洗干净 对的 了解 因为女生头发头顶上比较密 或者比较厚 是的 所以怎么甩没关系 是 我们的泡沫很好 对的 还有一点是我可以帮大家科普一下 去洗头发的时候 求求你们了 千万不要干嘛 不要用指甲去抠 对 没错 所以其实一定是用我们的指腹去搓揉 所以这个是指腹 指腹一定是指腹 所以千万不要说取出 而且指甲里面都会有细菌 是的 万一抓破皮了之后 就会开始干嘛 开始容易出现一些感染的问题 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就指腹搓揉 同时的话呢 建议用Z字形的搓揉 对 看到是搓揉的 就是这样左右 然后往下搓揉 对 这样搓揉 你们看一下现在Z字形的手法 大家可以这样看一下 然后这个是横搓 然后我们也可以 速搓 对 所以横搓 速搓 然后全部都是自己的方法 都可以 OK 但是千万不要抓 千万不要抓 对 所以抓是非常的有问题 是 还有老师他们还有一个问题说 洗头要洗多久 是不是越洗久越好 还是说一两分钟就可以结束 不是的 洗头的话一般情况下 我们洗泡了以后 一般三到五分钟 因为你肯定是你的一些油脂 你要去溶解它需要有力的事情 有个女生说我洗个澡 都只要三到五分钟 那老师就是我们的洗护的产品 是不是需要像牙膏一样定期更换 这个事也比较多 女生会比较 其实是一定要的 哦 其实没了 你们天天喜欢买洗发水 没有关系是要换的 为什么要换 对其实有很多的人说 我其实一年四季 我用一个东西就不洗了 其实不是的 会发现其实不同的季节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 温度也会有不一样 对 所以温度其实会影响皮脂线 油脂的一个分泌量的多与少 所以你会发现是说温度越高 油脂的分泌越高 所以如果在夏天 头皮就很容易出油 是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会选择一些清洁力相对比较强的 了解 洗发水类似的强 洗完头发之后 我该怎么样擦头发 我一般情况下 我举个例子 我自己是怎么洗的 是 我一般洗完了以后 是会拿一个毛巾直接包起来的 就不擦 对就是用手先这样子压干 拧 对也不是拧就是压干 就是这样子压干 OK 就是这样压干 压干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会直接用毛巾直接把头发包起来 包起来 吸水 就是让头发的这个水分的话去洗湿 是 然后结束了以后 我接下来 我可能我要去吹头发 怎么办 头发拿下来了 毛巾拿下来以后轻轻的压 你们看一下 老师在帮大家演 就是你们在洗完头发的时候 先包好头发 然后再什么再 压干 压干 你看老师的方式 就是挤压干 挤压干 对 挤压干 所以你会发现去压的过程当中 其实水分也会被有效的吸收 OK 了解 然后它如果压到大概50% 左右就可以去吹头发了 对 轻轻的去吹 是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时候毛鳞片基本上 其实是避合的 所以千万不要搓 一搓你的头发就毛燥了 还有一个点就是 刚刚我们可能跳过了 就洗完头发的时候 很多人会说 我买洗发水 就是一个洗发水和护发素 或者是买一个洗发水 或者是发膜 是用在头皮上 还是用在头发烧布 就是很多人都会错的一个问题 护发素和发膜 一个是素肖护理 一个是深层护理 深层护理 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不同的 对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我要使用发膜 发膜首先是频率 我一般是一周或者是时间左右 我可以去使用一次 是 护发素是每天都要用的 对 那使用的部位很重要 很多人都会说 我是不是要拳头去皮膜 不是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受损的头发人家一般都是在把中和把尾 对的 特别是把尾的部分 所以呢 我们的护发素或者的发膜 其实涂抹的部位也是把头和把尾 就是这个 这就是从你耳朵以上 就基本上不用涂了 就涂耳朵以下的问题 可以一般情况下 譬如是因为我们的把根都是新生发 所以就刚刚长出来 头发是比较健康的 是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一般离我们的头把这个把根数 大概10到15公分 是 然后的话我们在这个阶段去涂抹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段不需要去涂抹 下面这一段我们去涂抹就可以了 很多妹妹刚刚在问说 洗完头发是自然风干好 还是用吹风机吹干好 因为很多女生会听起一些那些 就是专业老师或者是有一些老师科普说 如果天天用吹风机会造成头发热损伤 发啦发啦之类的 吹风机损伤之类的 所以老师是自然风干好 还是吹风机吹干好 当然不能自然风干好 首先一个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一般我们洗完头了以后 其实我们的毛孔是张开的 是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会有过多的水分 其实透过我们毛孔 其实是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当中 没错 所以呢其实是很容易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对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一般洗完了以后 我们一定要用吹风机去把头皮一定要吹到斑 所以头皮是必须要吹干的 对 要不然很容易着凉嘛 如果还有 如果你养过宠物你就知道 很多人会告诉你 老师也会告诉你 宠物洗完澡之后 一定要把宠物的毛发的根部吹干 特别是根部 根部特别是根部的地方 因为会容易出现更重要的问题 好不好 所以就会有些皮肤病类的问题 对 特别是宠物 所以根部一定一定要吹干 你们的头皮跟部的头发一定要吹干 认真清楚 那老师很多人会说那真的确实像 每个人家里弄的吹风机都不一样的品牌 有的品牌比较好 有的品牌比较的不那么好 有的吹风机也没有一些什么 就过多的一些就是什么护发科技在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 用一些辅助类的东西 要让我们减少一下热水的伤 对的 你刚刚其实讲到这个点 我再次和大家说一说 为什么就是头发如何去保持亮泽度 所以其实我们在使用要吹头发的时候 我们的把这种把尾可以先上一些护发类的精油 因为你上了护发类的精油 它可以有效的来折热一些热水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所以呢 这是第一步的工作 没错 那第二步的工作 其实任何的吹风机其实都可以使用 但是有一个点 首先是低温 低温 对你一定是低温 第二个你不要直接对着头皮吹 你可以斜 斜着 然后我们的那个老师来看一下 那老师在演示斜吹方式 对 有没有发现其实它不是直接对着头皮吹的 对 它是45度到90度的脚 其实它是在不断的晃动在吹整个头皮的版 OK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样子可以有效的来减少 其实对于头皮的一个热损伤的问题 所以同时又可以把头皮吹干 是老师我因为我是短发嘛 所以我吹头发比女生要快很多 所以我大概就吹到一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然后看到我的头发大概是 百分之七八十干的时候 我就会挤挤护发精油 然后把乳在手上 然后抹在我们头发的表面 然后我们再开始出头发 这种方法可以吗 可以的 只要不到发根 哦 只要不要只在发根 对 只要不到发根 我举个例子就特别是 特别毛造的头皮和头发 对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一我的头发有七八十干的时候 我先抹一点 护发素 对 护发精油 护发精油 然后抹完了以后我再吹 啊 就可以涂两遍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整个头发的光泽度啊 柔顺度啊 你会发现天呐 绝对是可以去做拍摹 是的 老美人们老师涂抹护发精油的手法 认真看 不是你们这 不是脱 一定不要脱 毛利瓶又张开了 所以就是用什么 用抓的方式 把你的护发精油 轻轻的压在你的头发 然后再开始吹头发 对 吹完了之后 你可以再打一点什么弹力素啊 然后什么护发精 让你光泽感 如果你想要有形状的话 你就可以用一些弹力素 这个东西 听懂了没有 然后就是差不多吹到七八分干的时候 涂一涂护发精油 然后再吹干 然后再涂一涂护发精油 或者是弹力素 好不好 那接下来 妹妹们 我们让老师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洗头的一个流程 因为刚刚可能很多妹妹都会听说 哦我都听说 但是我好像又不记得了 我们洗头的流程 应该怎么样去做 所有女士 所以我们帮大家做一个KD版 你们先可以把它截图一下 看得清楚 你们先截图一下我们洗头发的流程 我们的第一步 老师刚刚说过 疏通 疏通 先梳理头发 对 然后给头发先做个放松 告诉她我们要开始对你进行一些照顾了 对 让她开始先就是准备起来 然后你再开始洗怎么样 洗钱产品 对 洗钱产品有很多种啊 对 所以其实要根据你本身的头发的问题 没错 然后再用洗发水 对 再去选择适合你的 就不同的 有可能是自己 有可能是你选择的洗发水 你会不一样 对 然后包括我们的发膜 或者是护发素 为什么这里画了一个框框 因为你用了 就是一个是每天都要用的护发素 是的 就是闭合你的毛铃片 另外一个是发膜 发膜就是一个星期用的一个密集收护 对的 或者15天用的一次密集收护 没错没错 然后当你在吹口头发的时候 你要用到护发金 收集了刚刚女生的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女生会说 有个女生叫做3277 她说为什么我的头发越洗越油呢 一说到这个越洗越油 首先我想要告诉大家 有很多种的情况 是 就是你本身的身体的状况 我就不用说了 OK 那还有季节也是有问题的 是 还有一个洗头的频率也是有关系的 就是你刚刚嘉琪有在说说 我有可能一天洗两次 你会发现其实一天洗两次是非常不对的 一天洗一次就够了 你的头发会有自己会知道说 哇 我的主人给我太洗得太干净了 你太干净了这个时候 它是会刺激皮脂线油脂分泌量更多 更多 所以比你洗一次的油脂量会更多 所以第一个不要频繁洗头 第二个不要不洗头 就是两个问题 所有女生还有一个最后问题 头皮油但是头发干怎么办 那头皮油的话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 其实是本身你是有可能油性头皮 是 但是油性头皮首先我们是需要去用一些 头皮类的控油类的产品去做 嗯哼 但是呢如果你发尾干的情况下的话 你不要用滋养类的洗发水 你可以用一些护发素 发膜 涂抹到你的发中和发尾处去使用就可以了 分区护理好不好 而且要照顾 先照顾到头皮 因为头皮是头发好不好的关键点 根源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这个地方头发非常非常干 我就一定要买这样的洗发水 因为不要 因为你的洗发水除了洗这里 还会洗在头皮上 没错 所以你的头皮还是买一些清润的洗发水 是 然后这边就用护发素 然后做分区护理 然后这边护发素完了之后 你的头皮又很清爽 你的这边又很滋润 懂意思了没有 老师刚刚的说法是这样说的 对的 他们说老师沙发怎么办 那沙发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是说 沙发其实是首先一个点 它本身是头发的一个形状 它是不规则的扁平型的 是 所以它很容易会打结 对 然后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沙发 其实你需要用更多 你首先是说 如果我想要柔顺 所以你需要用更加滋养性 好的洗发水 对 滋养性相对比较强的 搭发可以在你的头发比较容易打结 和就是分叉的地方 就可以多涂一点点你的护发筋流 跟用一些比较滋养的 洗发类产品 对 好不好 非常感谢我们的VVA老师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给我们讲了这么多 就是真的专业的支持 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 自己最适合的护发和美发产品 好不好 谢谢VVA老师 希望下次可以再一起来玩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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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感谢老师 终于到了我们的美发造型环节了 我们的小礼课堂又要开课咯 好不好 刚刚是我们的头皮 头发的一些知识点 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 巴黎Olea Pro全球旗舰沙龙技术主理人 我们的Joey老师 来给我们分享一些美发造型的Tips 好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所有女生们 我们的老师来了 来欢迎老师 哈喽 老师好 来来来你快快快快 是 所有女生们 今天老师来 让我们很多美眉一些想要问的一些关于美发造型的一些问题 都可以问老师 而且老师等一下也会帮我们在直播间来做什么 做一个就是展示 是 所有女生们 接下来老师演示一下 你们吹头发如何可以吹得更加的蓬松 好吗 嗯 那首先我先喷一点点水 是 因为现在她她头发是干的 老师说了你们去头发不是把头发反过来 这样倒子吹它就会变蓬松 而是什么 而是就是左右吹 首先我们风呢 有三挡风 是 单线我们可以选择小风或者我们选择中风 先用小风和中风 对 然后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手这样很像这样的吹 或者用小 因为头发越软的头发它其实越不容易空中 是 那我们风大的话很容易把头发反而吹得更贴 就是往前面贴了都变成 对 所以我们吹的时候其实风小一点 一边吹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梳子或用手把她这样拖着吹 哦 拖开吹 对 因为这样的话头发它就可以通松起来了 是 因为头发其实往后伸张 顺时针 我刚才这是顺时针 这是顺时针 所以这里的头发其实它是往这样吧 所以我们吹的时候要逆盘它 吹 然后离得太近 稍微要远一点 因为太近的话容易把这个吹死掉 吹就吹它下去 其实扁掉 扁掉 有个地方扁一个地方风格很快 了解 要稍微离远一点 是 然后吹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抖动一下 这样你看一下 其实稍微吹一下它就很松 哦 然后再去用电型产品 对然后我们可以再用一点干胶啊 或者什么的把它稍微定一下 是 对所以另外一边其实我们也要这样子吹 那这样的话它就会暂停 最后我们才把头发自然垂顺 自然垂落 对 而且老师可不可以提醒大家 像是平时我们在用一些纸板夹 然后电卷棒的时候 我们很多女生会说 到底是头发吹到全干在做造型 还是头发吹到80%或者70干的时候 直接用电卷放卷 或者是用甲板去夹 会更顺或者更卷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一定要吹到全干 为什么 就是是不是吹到半干的时候 你如果用那种高温的甲板 一夹就会呲 对 如果你缺到八成干或者缺到九成干 你会发现很高的烟 是 对然后会听到 其实这样的话就等于 你用一个很高的温度 把头发更新 因为毛铃片很长 看来有筋 那毛铃片它就会有点脱落 断裂 会这样 然后它就会开炭 所以你们一定不要为了擀时间 头发还没有吹干净 直接用纸板夹去夹 你就会觉得反而温度 都是一样把它弄干 这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会伤头发 很伤头发 很伤头发 所以头发一定要全吹干了之后 再用造型去做造型 那老师今天准备给我们的蒸汽 做个什么样的造型 我今天帮她做一个 比较自然一点的法式卷 法式卷 应该是大家现在比较 就是游行的那种 对对对 羊毛卷法式卷弄感觉 所以老师提醒大家 美们 所有女生们 提醒大家的点 就是第一个你们做那种大卷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少量的头发 对 和稍微取量取少一点点 然后再开始卷 这样卷起来 它会更加的持久 而且更加的弧度大 然后我们下卷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 稍微竖一点点 竖起来 对 然后慢慢的卷的时候 我们其实把它卷起来 是 然后稍微的 看你的温度 如果大家不是很熟练的情况下 温度可以搁低一点 搁到140度 或150度 是 如果你很熟练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直接搁到150度 70度或180度 所以 如果你刚刚出学者的话 你们可以干嘛 你们可以 就是稍微用低温 然后让它的时间 稍微久一点没有关系 但是我怕你们就是 一下高温会容易烫坏头发 对 发现卷完以后呢 其实你看 我们会绕一段 这时候呢 其实头发是进行一个 能确的一个工作 哦 所以有些女生是 卷完头发就直接一松 就全部松掉 对 然后一松掉它会直接弹出来 你看这样卷完头发 她头发是比较垂顺的 所有女生们 听到了没有 刚刚老师那个小点 老师可以再用一个来示范一下 OK 那你们想看哦 我觉得老师刚刚分享了一个tips给大家 就是你们在做那种卷发棒来卷头发的时候 你们卷到后面的时候 你要把它拉下去 停去 让它先冷却 然后再松 对 然后我们是这样束的 拔下来 然后卷上去 卷上去 停留一滑 然后绕一下 绕一下 对 然后绕一下的时候 拉直一点点 这样其实就是再冷却了 再冷却 然后我们再这样子卷一下 OK 然后同样再滑一下 再冷却 哦 然后我们到大尾的时候 我们可以 如果要把细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垂直的下来 慢慢的 哦 不然的话 你的头发会有点外翘 空翘西翘 但是我看到就很奇怪 OK 然后最关键 它冷却是什么 因为我们头型比较古 如果我们顺着吹的话 它头发就不会碰到很空 是 太空的话 脸就会看到你放大 了解 比如说垂顺的话 它可以更好收紧 就像直到一样 你脸心被拉长 就是视觉效果 你的脸心是长的 然后脸是变下去的 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它冷却 你就不用去把它先疏开 让它先冷 我们紧紧 接下来下面一个 对 然后你全部夹完以后 我们可以用一个粗子 轻轻的把它疏通一样 它的波浪会特别的 那老师我们如何把它 就散开呢 那我们可以用手 或者用一把有齿 宽一点齿的 那么粗子 其实把它轻轻的这样子疏通 没有 然后它的波浪它就会是这样的 感觉要拍头发广告了 对 感觉要拍广告了呢 而且现在没有上任何的定型产品 没有发产品 它也会波浪 对也没有上一些就是那种就是 然后平时 其实打鬆的话 它也会没有办法 它也会被盖住 哦 是而且好有光泽感了 我们讲出来 特别有光泽感 厉害哦 所以美女们先夹卷 再冷却 然后如果你想要比较自然的那一种 就法式卷的话 不会就是你的发尾乱翘起来的话 也是一样 最后要做一个拉直 那老师你可不可以教她们一下 就这种中分的 这种卷是什么卷 因为很多女生会说 这种刘海我想学 但是不会就卷这种刘海怎么办 然后我们夹的时候的肌肤是太阳穴 就是我们眼睛眉毛的这个位置 我们是需要收紧的 那法根有些女孩子觉得 前面头发好脐的想要通一点 那其实我们还是用刚才同样的方法 用刚刚同样的方式 对 但是你也不用特别拼 我们可以这样四四五度这样划一点 四四五度这样划 划完以后你会发现它整个 让它的弧度自然 对更加自然 因为你只要这样子一直夹的话 可能会造成这里很通 当中就很低 所以我们夹的时候 是需要你慢慢的放大一个弧度 哦 稍微的冷却一下 这个会很高 哦 是嘞 是是是 那下面呢老师 刚刚你说了就太阳穴的地方 然后怎么要注意 太阳穴的话 我们下个天放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要把它收进去 就这样竖着这样 竖着 然后在太阳穴的地方把它收进去 所以我们反向夹的话 我们可以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把 就聚焦聚焦老师身上 不好意思等一下 就是老师教大家 如果自己用手法怎么怎么怎么弄 其实我们在反向镜面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反过来夹 那反过来夹的话 我们可能如果不太顺手 我们可以这样子夹 就把头发拉起来 这样子夹也可以 是 对这样子夹完以后 我们稍微压一下 就其实就是把它这样压一下就好 不 这个地方是往这里面 对里面收一点 然后这边是往外面 如果你觉得不好夹的话 那你就不要夹 你就直接压 用它那个温度来烫 对划完以后 我们再把电光束过来 是 然后我们就往后 这样束着绕一圈 还是同样的划料 是 其实这种发型会比较偏优雅 对就是竖着这样子卷 然后这样子卷一下 滑掉 了解 好的那老师 今天我们应该也有很多女生 想要学一学扎马尾 因为现在夏天嘛 大家可能想要扎头发 比较的凉快一点点 所以可不可以教大家一下 就是那种扁头 如何把就是头发扎得 会比较的好看 和比较的饱满那种 要在头顶的正上方的部分 我们先取一个小 一小束头发 是 头顶最看上去 最容易让它碰的一个位置 是 那么 碰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稍微的 这样子 把它这样子先扎一个小啾啾 在头顶的地方扎一个小啾 取一小点点的动画 就是可不可以让那种 发量少的女生 感觉发量很多 对 因为这样可以起到一个 支撑的一个作用 我们先扎完以后呢 我们先把它放在边上 OK 放边上 对 放在边上 然后把两边的头发 先扎起来 好 我们先扎一个一半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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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叫我 你 好 给我 逼好 这样她就进行了 紧了 一切 有一切 看 听到 这些OL 都热开了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头发它有一个很好的支撑的左右 这样就不会掉下来了 了解 就更加的固定好 然后固定好的时候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呢 我们把现在这种大尾的头发呢 我们把它去稍微疏通一下 是 疏通以后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的表面疏通一下 然后这样子看 一家 然后把它固定一下 两边呢 我们可以自然随身 这是一种方法 那如果你要再精致一点 像很多出来这一小区的话 稍微拉近一点点好不好 我们的主机会拉近一点点 好 主机会 我们要再精致一点的话 我们刚才不是有一小数头发吗 我们带这数小数头发呢 我们再自然的缠绕一下 打一个圈 可以把上皮筋就挡住了 这样看上去更加的无红 更加的高级 是 再用一个小大墙 把它这个小头发再固定一下 我发现这个好像是一个女团组合的发型 对啊 Jenny的发型 是不是 是不是 是Jenny吗 是 是我 是你是你的头类 是 我们再把它这样子拉一下 这是一个比较偏 就是头发变高的方式 关于头发卷跟渣的小技巧 金国老师 谢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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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